隐居平南后 铁头和尚把少林武功传给了当地村民 直到现在 他的很多绝学我们都能找到传人 其中最为神秘的便是点学功 这本破烂不堪的手绘书籍 便是铁头和尚亲手写旧的点学秘籍 一天十二个时辰 气血运行的路径 何时点击身体哪个学位及后果 如何解学书中都有详尽的描述 那么点学功是否真的存在呢 如今这本绝迹能否找到传人呢 张尊芒是铁头和尚的第六代传人 这位毫不起眼的庄稼汉身怀点学绝技 修炼此功 需常年用手指触及应物 使得手指运功后坚硬如铁 触及人体相应穴位 阻断气血运行 严重时非死即伤 由于身处和平年代 张尊芒出师后 从未用过一次点学功 我令功还有手擦 还有石头 然后抓出来 抓出来那个人间 就抓出去 这些人间的最大不能讲了 看眼睛不明 用着几三个抓条 这个书的讲 书的讲 交代了 少林武僧的到来 使得平南白水阳地区的村民习得了一身的少林武艺 现在一些村庄的大多数人都会歇少林拳脚 不过在季夏村 村民的武功路数却和别处迥然不同 他们日常习练的气血 大多是锄头 雨伞 晾衣杆等农家器物 同样出身少林 为何会有这种差别呢 很多的少林式的和尚 一直 我们的祖先跟着他的一起学 学了然后就一直改 所以这个辅导群的来源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以前我们这个 本来几块钱嘛 很多土匪 在我们这个村的破坏 所以为什么有这个湖 有这个板凳工啊 雨伞工啊 而且是锄头工啊 南前啊什么的 这都是我们祖先原来都有经历过 而且用这个兵器 当作兵器石 所以这个编程套路 为了流传下来就 编程套路一直把它 一直练练到如今